欢迎大家收看科技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超能植物能成为气候危机的英雄吗? 如果我们愿意 人工智能可以帮助解决加拿大的生产力问题 东京电子公司瞄准Mand克什领导者Liam Research 澳大利亚对马斯克的X平台 因存在反儿童虐待漏洞罚款386,000美元 黑莓的兴衰 请大家收看 超能植物能成为气候危机的英雄吗? 未报 初创公司Liam Carbon正在通过基因改造树木 使其更有效地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CO2 该公司在佐治亚州和俄亥俄州的私人土地上 种植了其基因改造的杨树克隆体 作为监测其碳风存效果的试点项目 Liam Carbon计划到2030年将种植规模扩大到160万公顷 这可能丰存超过600兆吨的CO2 约占当前全球排放量的1.6% 与此同时 科学机构如索尔克生物研究所和创新基因组学研究所 正在研究基因工程农作物 以在土壤中储存更多的碳 Liam Carbon的树木旨在提高光合作用的效率 使其能够更多地吸收CO2 该公司通过绕过植物在白天释放CO2的低效率 将CO2导入树木生长中 在温室试验中 改良后的杨树生物量增加了35%至53% 与对照树相比 从空气中去除的CO2增加了17%至27% 该公司计划在退化的矿业或农业土地上 种植其基因改造的树木 以避免单一栽培 索尔克研究所的项目名为利用植物倡议 旨在通过基因工程 使作物的根系更深入土壤 并产生更多的碳负聚合物亚油酸 目标是将大约30% 从空气中固定的碳稳定在土壤中 其他组织 包括创新基因组学研究所 和总部位于英国的初创公司 Wild Bio 也在研究基因工程植物 已在土壤中储存更多的碳 然而 批评者认为 这项技术在大规模上尚未经过验证 应该将努力集中在 已被证明有效的减排和增加碳储存的方法上 如造林和低耕农业 如果我们愿意 人工智能可以帮助解决加拿大的生产力问题 多伦多星报 加拿大商会的凯瑟琳 福尔坦 洛费夫和乌尔里克 巴尔格达利亚表示 如果更多企业采用人工智能 AI 加拿大的低生产率增长 可能会得到改善 他们表示 一份报告发现 如果魁北克省增加对AI的采用 到2035年 其GDP可能增长7%至14% 作者还强调了 加拿大在AI采用方面的不足 该国在全球AI商业采用方面排名第20位 为了促进采用 他们呼吁采取协作和平衡的监管方法 使小企业能够负责任地利用AI 东京电子公司瞄准 NAND克什领导者LAM Research 日经亚洲 东京电子公司正在使用一种新的技术 追赶总部位于美国的竞争对手LAM Research 该技术用于3D NAND闪存通道时刻 东京电子公司的新时刻方法 可以将3D NAND闪存通道 时刻到相当于400多层的深度 并且比传统技术快2.5倍 LAM目前在NAND通道时刻设备市场上 占有100%的市场份额 如果LAM无法生产出 能够与东京电子公司的突破性产品竞争的产品 那么两家公司目前的市场份额 可能会发生逆转 澳大利亚对马斯克的X平台 因存在反儿童虐待漏洞 罚款386000美元 路透社 iLong 马斯克的社交媒体 平台X因为配合澳大利亚监管机构 对反儿童虐待行为的调查 而被罚款61.05万澳元 约合38.6万美元 电子安全委员会表示 X未回答有关其在平台上 处理儿童虐待材料的问题 这笔罚款对X来说是一个声誉打击 该公司一直面临有关内容审核的投诉 由于对平台内容审核实践的担忧 广告商削减了支出 导致该公司的收入下降 黑媒的兴衰 未爆 黑媒的兴衰是一个吸引了许多人的故事 曾经在智能手机市场占主导地位的黑媒 以其标志性的实体键盘和安全的消息系统而闻名 然而 该公司未能及时适应触摸屏智能手机的崛起 尤其是iPhone最终失去了消费者的青睐 一部根据失去信号 黑媒非凡崛起与惊人衰落背后的未被讲述的故事 改编的新电影讲述了黑媒的兴衰故事 重点关注了两位加拿大工程师 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款智能手机 以及公司核心人物之间的冲突 该电影探讨了导致黑媒衰落的傲慢和自满 以及该公司对世界的影响 黑媒的出现是一个改变游戏规则的时刻 彻底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和沟通方式 它使用户能够随时随地发送电子邮件 摆脱了办公室的束缚 黑媒成为了一种身份象征 拥有一部黑媒意味着你很忙 很重要 这款设备上令人上瘾的特性 如不断闪烁的通知灯 导致了黑媒隐的说法来形容它所激发的痴迷 然而 黑媒的主导地位 很快就被iPhone以其触摸界面和应用生态系统所取代 黑媒未能适应这个智能手机新时代 最终导致了它的衰落 黑媒的遗产是复杂的 一方面 该公司的创新为现代智能手机铺平了道路 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和沟通方式 另一方面 黑媒未能跟上快速发展的智能手机市场 成为其他公司的警示 关于黑媒的电影旨在揭示该公司的历史 以及导致其兴衰的因素 它还探讨了人们对该公司的反应 许多人对这个曾经占主导地位的品牌感到怀旧和同情 想了解人工智能术语吗 从自然语言处理到神经网络 学习基础知识 华尔街日报 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 介绍了人工智能 AI 背后一些最重要的概念 文章涵盖了以下术语 算法 机器学习 自然语言处理 神经网络 深度学习 大型语言模型 生成式 AI 聊天机器人 幻觉和人工通用智能 AGI 文章解释了算法是计算机遵循的一组指令 而机器学习使计算机能够从他们处理的数据中学习 自然语言处理 使机器能够解释和回应人类语言 而神经网络则模仿人脑中神经元的工作方式 深度学习指的是具有多层人工神经元的 AI 算法 而大型语言模型 则是在大量数据上进行训练 可以总结 创造 和预测文本和其他内容 生成式 AI可以创建各种类型的内容 聊天机器人可以与人进行对话 而幻觉则指的是模型产生的与事实或现实不符的回应 最后 AGI是一种假设的能够像人类一样 学习和思考的人工智能形式 战争给负债累累 昂贵而分裂的世界增加了风险 彭博社 中东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冲突 给世界经济增加了重大风险 而世界经济已经面临着创纪录的债务和昂贵的信贷问题 这场冲突使得在摩洛哥马拉喀时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一周会议黯然失色 会议上讨论了新的气候资金和对贫困国家的债务减免 中东战争加剧了人们对地缘政治风险的担忧 这现在被视为世界经济面临的最重要风险 然而 当世界顶级财政官员发布了他们对全球前景的共识公报时 并没有直接提到以色列哈马斯战争 这表明20国集团在一个分裂的世界中正在努力保持相关性 然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债务减免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 并宣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填补了3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 以资助其扶贫减减和增长信托基金 使其能够以零利率向最贫困的国家提供贷款 他是加拿大大学首位人工智能首席官员 CheckGPT如何改变高等教育 多伦多星报 马克 戴利是西安大略大学的一名教授 他被任命为加拿大大学首位首席人工智能官 戴利的职责将包括教育和倡导道德使用人工智能技术 同时倾听学生、员工和教职员工的关切和愿望 这一职位的设立式教育机构 在如何将OpenAI的CheckGPT等人工智能技术融入教学中所面临的挑战 戴利认为 虽然有些人持怀疑态度 但完全回避使用这项技术是错误的 他认为人工智能有巨大的潜力实现积极的结果 但也承认在实施过程中需要负责任 多伦多大学的约瑟夫、黄教授将CheckGPT纳入他的课程中 他的学生通过与聊天机器人进行反复对话来完成写作任务 并利用其反馈来构建自己的论点 黄教授认为 以这种方式使用CheckGPT可以挑战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并与技术进行互动 华铁卢大学制作了一份全面指南 帮助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 并培训学生导师如何处理与该技术相关的对话 该大学旨在帮助学生对技术进行批判性思考 并做出明智的决策 多伦多都会大学实施了一个名为ProvBot的技术导师 他使用OpenAI技术为学生提供及时反馈 ProvBot会向学生提问 并将他们的回答与教授的答案进行比较 帮助他们提高理解能力 学生对ProvBot的试点项目反响很好 超过85%的学生表示他帮助他们备考 开发ProvBot的肖恩 怀斯教授认为 像CheckGPT这样的人工智能技术 可以成为教育的有力工具 西方首都在于以色列的私下讨论中 敦促克制 金融时报 西方国家首都私下敦促以色列 推迟对加沙地带的全面地面入侵 因为他们试图限制巴勒斯坦领土上的人道主义危机 并担心北亚民 内塔尼亚湖政府在摧毁哈马斯后没有长期计划 贝索斯的科伊伯计划能否赶上马斯克的星链 未报 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 计划到2029年发射3236颗卫星 以与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的SpaceX竞争 后者已经发射了4500多颗Starlink卫星 这些卫星几乎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提供互联网接入 使马斯克和贝索斯能够访问全球通信 并有能力干预军事冲突 9月乌克兰军队计划对塞瓦斯托波尔的俄罗斯船只进行突然无人机袭击 但在马斯克拒绝激活SpaceX服务后遭到挫败 担心俄罗斯会发动核攻击作为回应 马斯克和贝索斯在禁地空间的主导地位引发了人们对一个决策者允许或不允许 主权国家军事攻击的可能性的担忧 其他公司也在努力迎头赶上 Utelset OneWeb和欧盟计划将卫星送入轨道 人们还担心太空碎片的数量不断增加 超过3万个大于10厘米的碎片绕地球运行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一如既往地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新闻资讯和观察 今天我们先从超能植物开始谈起 一家初创公司Living Carbon正在通过基因改造树木 使其更有效地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COR 这项技术的应用 有望在未来帮助我们应对气候危机带来的挑战 不仅如此 其他科学机构也在研究基因工程农作物 以在土壤中储存更多的碳 这些创新技术的出现 为我们提供了更多应对气候变化的可能性 接下来 我们转向人工智能的话题 加拿大商会的报告指出 如果加拿大企业更广泛地采用人工智能 AI将有助于改善该国的低生产率增长 人工智能技术在各个领域都有着广泛的应用 如果能够合理运用 定能为加拿大经济带来积极的影响 此外 日本的东京电子公司正在通过一项新技术竞争美国公司 LAM Research 该技术用于3D NAND闪存通道时刻 这项技术的突破 有望在NAND闪存通道时刻市场上改变竞争格局 另外 埃隆 马斯克的社交媒体平台X 因为配合澳大利亚监管机构的调查而被罚款 这个事件再次提醒我们 社交媒体平台应该对内容进行更严格的监管 以保护用户的利益 接下来 我们来谈谈黑媒的兴衰 黑媒曾经是智能手机市场的领军者 但由于未能及时适应市场变化 最终失去了消费者的青睐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企业要想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生存和发展 就必须不断创新和适应市场的变化 最后 我们来谈谈人工智能在高等教育中的应用 加拿大大学首席人工智能官的任命 展示了教育机构对于人工智能技术 在教学中的重视和应用 这项技术的应用 可以帮助学生提高学习效果 同时也提醒我们 在使用这些技术时要负责任和谨慎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将继续关注这些话题 并在下一次的节目中 为大家带来更多的观察和分析 现在我们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提出你们的想法和问题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